海關倉庫擺放各種知名的精品 從鞋子、衣服、包包、手錶 琳瑯滿目像是一個大型的購物站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跟一般的是蠻粗糙的 一般原廠的話不會是這樣 因為我們請原廠的鑑定人員來看 他們也就是一看就判斷 這個應該就是仿冒品 沒仔細看 很難分辨 其實眼前的這些精品 通通都是仿冒品 所以一般人他不能 他以為說這個是人家 就是自己帶進來的 然後拿來賣 但事實上不是 是他們透過這個快遞 或是一些網路的方式 從國外整批進來 然後包裝上也是比較粗糙 有不肖業者在網路上 謊稱出國代購國外名牌 民眾以為撿到便宜 但其實這些都是中國製的假貨 從國外借來的包裹 經過輸送袋 海關透過電腦 筆對申報資料 和實際內容 發現不符合 果然一查驗 全都是假貨 包括 KUJI 愛迪達 PUMA等知名品牌 海關從6月到7月 總共查獲了1200件的商品 總價值超過3000萬元以上 這一批貨物是因為 他在我們從前倉 從後櫃卸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可疑 所以就給予留置 站扣留置 打開以後查驗發現 都是各式品牌 我們留置以後 我們因為他申報是不實的 那我們有請商標的權利人 來做一個鑑定 鑑定的結果 確認這些通通是驗品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仿冒品 網路上賣的精品 如果打著低價廣告 吸引消費者上門 一分錢一分貨 民眾還是要睜大眼睛 假貨不但品質差 重點是購買者還可能觸罰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道